撒姆尔记下第十六章 大卫刚越过山顶不远 就看见米菲波社的仆人喜巴前来迎接他 又有一对预备好了的驢子 驢子身上驮着两百个饼 一百个葡萄干饼 一百个夏天的果饼和一皮带酒 王问喜巴 你为什么带这些东西来? 喜巴回答 驢子是给王的家眷齐的 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年轻人吃的 酒是给在旷野里疲乏的人喝的 王又问 你主人的孙子米菲波社在哪里? 喜巴回答王说 哎,他还留在耶路撒冷 因为他心里想 以色列家会把我祖父扫罗的王国归还给我 王对喜巴说 看啊,凡属米菲波社所有的都归给你了 喜巴说 我叩拜我主我王 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大卫王来到巴护林的时候 忽然有一人从那里出来 他是属扫罗家族的 名叫逊美 是基拉的儿子 他一边出来 一边咒骂 用那石头投执大卫和大卫王所有的臣仆 那时众人和众勇士都在王的左右 世美咒骂的时候这样说 你这流人血的人啊,滚开 你这无赖啊,滚开 你流了扫罗全家的血 皆替扫罗做王 耶和华已经把这罪报应在你身上 耶和华已经把这罪交在你儿子压杀龙的手里 看啊,你现在自取其货了 因为你是个流人血的人 喜露雅的儿子雅比塞对王说 为什么让这条死狗咒骂我主我王呢? 让我过去把他的头砍下来 王说 喜露雅的儿子啊 我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对他说 你要咒骂大卫 那么谁敢说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大卫又对雅比塞和他所有的臣仆说 看啊 连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巡索我的命 何况这遍雅闽人呢? 由他去吧 由他咒骂吧 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也许耶和华看见我的苦难 就施恩于我 以取代今天这人对我的咒骂 于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继续在大路上往前去 世美也沿着山坡与大卫并排而行 一边走一边咒骂 又用石头投掷他 拿尘土养他 王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 到了一个地方都觉得累了 就在那里舒展一下 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进了耶路撒冷 亚西多福也与亚沙龙在一起 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护筛去见亚沙龙 对他说 愿亡万岁 愿亡万岁 亚沙龙问护筛 你就以这样的慈爱带你的朋友吗 你为什么没有与你的朋友一同走呢 护筛回答亚沙龙 不 耶和华和这名 以及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 我应该归属他 与他在一起 再者 我要侍奉谁呢 不是前王的儿子吗 我以前怎样侍奉你的父亲 我现在也必怎样侍奉你 亚沙龙对亚西多福说 你们出个主意 我们应该怎样行才好 亚西多福对亚沙龙说 你去与你父亲留下来 看守王宫的那些非病亲近 这样 以色列众人听见你与你父亲 已经完全决裂 所有跟随你的人的手 就都更坚强了 于是 有人为亚沙龙在王宫的坪顶上 搭了一座帐篷 亚沙龙就在以色列众人眼前 与他父亲的非病亲近 那时 亚西多福所出的策略 好像是人求问神得来的话一样 亚西多福为大卫 或为亚沙龙所出的策略 都是这样 中文字幕广告 略